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在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人 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聪明才智 你只需要理智就好 我觉得很多的投资人我在市场中看到 大家都很聪明 大家学了一堆有的没有的招式 但是最后的结果 你却常常被自己吓到 被自己吓自己 或者是不该买股票的时候 你拼命去买股票 不该卖股票的时候 你拼命卖股票 那当你缺乏理智的时候 其实你在投资的过程 其实就很辛苦了 所以就是我一直讲的就是 顺着人性走 你将会输得一塌糊涂 但是如果逆着人性走 你将赢得海阔天空 就是在投资市场中很特别 就是大家怎么想的 其实常常结果都是反方向走 就比如说现在目前市场 其实我最近上一些节目的时候 就很明显感受到 很多的网友 或者是很多的投资人 其实是很看空 接下来台股的一个走势 真的很看空 对啊 有些人认为 现在目前台股跌了3000点 这个还只是出生段 就是主跌段还没有到吗 那我都尊重了 我尊重每个人的看法 但是我自己啦 我自己其实在 在看待这个行情的时候 其实我有自己的一个 理智的一个方式 那我也想把这个理智的方式 分享给大家 这个所谓的理智的方式啊 其实就是 这个理智的方式 其实就是 我怎么去度过这个台股下杀3000点 或者是怎么去度过每一次的台股出现 恐慌性卖压的过程 其实关键 其实当然有一些原则嘛 第一个我主张其实是 不借钱买股票 不扩大杠杆 然后另外 你要保留现金 当现金 当保留现金 然后让你如果有一些好股票 跌到特价的时候 你可以动用手上的现金 去加码去买进 因为这个动作啊 会奠定你未来逆转胜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如果 那当然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 当恐慌性卖压来的时候 很多的好股票 跌到了特价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动用手上的现金 去进场买股票 那但是 问题来的其实就是 那时机点是什么 时机点是什么 那我自己啦 其实我自己过去长期以来 其实 我习惯的一个时机点啊 其实就是 这两个 就是当恐慌 恐慌性卖压来袭的时候啊 你怎么去决定你加码好股票的 两大时机 那好股票的定义是什么 好股票的定义 大家应该还记得 好股票的定义就是 未来营运会持续成长 第二个就是财务结构健全 所以如果你投资的股票 不是好股票 他未来的营运没办法成长 那他的股价的下跌 是很合理的 但是如果是好股票 就是未来营运会成长的 那这个时候 市场的恐慌性卖压来袭的时候 就提供你非常好 加码的时机 那时机的参考的依据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其实是我是用财报分析 因为我长期以来主张 任何一档股票都可以透过财报分析 去计算出合理的企业价值 那有了合理的企业价值 你就可以以此去划分出 这档股票什么时候是合理 什么时候是便宜 什么时候是特价 那恐慌性卖压的时候 我就称之为是跳楼大拍卖的时机来了 对吧 当你跳楼大拍卖的时机来的时候 就是从财报分析的角度计算出 它目前的股价已经跌到了特价 哇 已经跳楼大拍卖了 周年庆要来了 那当然你就可以动用手中的现金 进场去买你所认为的好股票 那这个就会奠定你未来 逆转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除了财报分析 除了股价跌到了财报分析所计算出来的特价的条件之外 那通常我还会 尤其是真的是恐慌性卖压 我一般其实我不太参考技术分析 但是如果一旦真的是恐慌性卖压 就是市场出现非理性的这样子的下刹的过程中 其实我还会再多参考一个指标 这个其实就是技术分析中 我会去参考一个五日均线 所谓的五日均线 其实就是过去这一档股票 过去五天的平均的成本线 那通常如果股市遇到了恐慌性卖压 非理性卖压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止大盘会沿着五日均线下坠 甚至个股都会沿着五日均线下坠 所以当沿着五日均线下坠的过程中 它其实就是恐慌性卖压 会形成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现象 那你要怎么知道 这恐慌性卖压已经过去了 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如果这一档股票或者是指数 它已经开始不再破底 甚至它已经开始股价慢慢的站上 可能站在站上五日均线 那最好这五日均线还伴着上弯的一个状况 那通常我会把它认为是股价落底的第一个讯号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把这个学起来之后 那你可以套用在接下来可能面对行情的剧烈波动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作的依据 好那讲了这个概念之后 然后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那现在给大家看到的 其实是我们这个 大家目前看得到吗 这个是4月29号的投资家日报 这个其实没有多久以前 大概在两个多礼拜以前 那时候台股真的是杀成龙龙 那在目前所看到的是投资家日报的一个画面 然后我们是在商业周刊集团的 Smart支付月刊发行 那我们的slogan叫做 投资抓趋势 聪明看日 不是 聪明抓趋势 投资看日报 然后是2022年4月29号 那1-8 这个是这一天的日报有8页 那其中是第一页的内容 那通常投资家日报有分为几个观点 一开始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投资家观点 然后我会分享一些我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大盘行情的一些观点 那这边4月29号的日报 这边就有特别提到说 股市的危机要能够成为未来获利起飞的转机 而不是成为毁灭式的一个破坏 关键其实就在于 投资人要能够成功的度过每一次的恐慌性卖压 那具备的条件有以下5点 那如何度过恐慌性的卖压 第一个就是不借钱买股票 因为庆龙认为 如果你借钱买股票 表示你欠钱嘛 那通常欠钱 再加上你所帐上的股票又亏钱 心情真的会很阿扎 所以第一个不借钱买股票 那第二个就是不扩大杠杆 那扩大杠杆就是使用融资 或者使用期货去买股票 那当然行情好的时候扩大杠杆 可以去让你的获利加倍 但是行情不好的时候 扩大杠杆 会形成一个很容易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可能会把好股票 砍在被迫 砍在阿呆股 因为你要维持信用维持率的一个状况 所以很多时候 尤其我们看到这一波台股在下杀的过程中 很多的融资都会有点被迫要断头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其实就是你要动 就是当遇过统荒性卖压的时候 你要动用帐上的现金去减便宜的好股票 那尤其这个便宜的好股票 如果已经到了特价那就更好了 那至于好股票的定义 就是来自于营运成长 然后财务结构健全 这个其实就是好股票的一个定义 那第四个就是假设 假设你的现金都已经用完了 像我们这段时间可能很多的投资人 他可能在这波下杀的过程中 他现金子弹全部用光了 那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 因为其实你真的遇到恐慌性卖压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子弹一直在用 用到后来也会有弹尽两绝的时候 那像我自己在 像我自己先前在分享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像我三月底的时候 我的现金跟股票的比重大概是4比6 现金有4成 股票6成 然后到五月底的时候 现金跟股票的比重 已经变成3比7 因为我动用了一成的现金下去买股票 但是如果啦 倘若股市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跌跌 可能到了 可能到了五月底的时候 应该说三月底的时候是 现金跟股票是4比6 然后四月底的时候 现金跟股票是3比7 所以我还有三成 那如果股票一直跌 股市一直跌 那我现金跟股票的部位 可能就会变成2比8 然后一个月后 又变成1比9 那如果依照这样子持续的跌下去 可能七月份之后 我的股市全部用完了 那现金用完了怎么办 那就只能盖牌嘛 对啊不是盖牌 你就只能掩一臂 牙一咬 因为冷冷就过去 因为过去所有的系统性风险 它都会来得快去的也快 所以你要相信一定能够逆转胜 那这个其实是我过去 能够成功度过每一次恐慌性卖压 成功度过每一次台股崩盘的 非常大的五大原则 那除了之外啊 其实其中在我们在这个 4月29号的日报中 跟大家分享 其中的第三点啊 何时可以动用手中的现金 来逢低加码 营运成长 财务结构又健全的这个好股票 那契隆认为实际有二 第一个就是参考财报分析的 参考财报分析的企业评价 那财报分析关于企业评价的 基本原则就是股价跌到便宜价时 建立基本部位 股价跌到特价时逢低加码 那股价涨到合理价时 卖出或者继续持有 那股价涨到昂贵价或疯狂价时 见好就收 那所以换言之 何时可以动用手中的现金 来逢低加码好股票 第一个实际当然就是股价 跌到特价的时候 恐慌性卖压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好股票 会非理性的下杀 下杀过程中 你就可以进场去捡便宜 那这个就是参考财报分析中的 企业评价 那这个企业评价 那第二个就是 启动五日均线模式 那这个五日均线模式 其实是庆隆长期在面对市场 出现恐慌性卖压时 一个判断 判断与参考的一个指标 主要的原则 其实是不预设市场的恐慌 会愚蠢到什么地步 因为很多时候 人性的恐慌 是会导致很多愚蠢的交易行为 那会启动五日均线模式 主要的原则就是不预设市场的恐慌 会愚蠢到什么地步 那单纯等待股价落底的一个 第一个讯号 就是股价站上五日均线 五日均线如果能同步上弯 那就更好了 那至于为什么选择五日均线呢 主要考量是真正空头来袭的时候 不管是大盘 不管是好股票或者是坏股票 几乎都会沿着五日均线下坠 那即使过程中有反弹 也鲜少能越过五日均线 因为空头来袭时不会有像样的反弹 换言之 当一发现一档正在观察的股票 股价已经成功越过五日均线时 一方面可以解读这档股票 已经开始摆脱崩盘时的恐慌性慢压 另外一方面也可正向的解释 这是股价落底的第一个讯号 那这就是我们的日报的一个内容 然后那我在4月29号 就是当市场所有的投资人都认为 不能进场买股票的时候 我在4月29号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档我们日报长期追踪的 一个半导体的设备股 8091的祥明 这个其实这个是他3月份到4月份的股价走势 我们看到他先前的股价在3月 在先前有涨到98.2 然后后来就股价就开始下跌 跌到了这个波段的最低点72.5 在下跌的过程中 他基本上是沿着五日均线 这黄色的是五日均线 就沿着五日均线一路的 沿着五日均线一路的下坠 这就是当空头来袭的时候 即使有像样的反弹也不会 当空头来袭的时候 即使反弹也不会有像样的反弹 通常他就真的会沿着五日均线下坠 在五日均线下坠过程中 你落底的第一个讯号 其实就是当他的股价成功的站上五日均线 就可视为他落底的第一个讯号 那在4月29号的投资家日报中 其实我们就追踪了8091的祥明 因为他在4月28号的股价 占上了五日均线 当时的收盘价在75.7元 然后还有75.7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日报的一个内容 对啊 那所以这个日报的内容 刚好也符合了 我认为可以加码好股票的一个时机 是因为恐慌性脉压来袭的时候 加码好股票的两大时机 第一个就是财报分析跌到了股价 股价跌到了特价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分析 他股价站上了五日均线 这个是恐慌性脉压的时候 恐慌性脉压来袭的时候的一个依据 这平常不是这样用的 但是是恐慌性脉压来的时候 会这样子使用 所以总结而论 其实何时可以动用所中的现金来逢低加码 营运成长 财务又健全的好公司 除了股价跌到财报分析所计算的特价之外 股价重新站回五日均线 同样也可作为辅助的判断依据 那此外值得留意的一点是 在15的经验中 当投资人在经历一段恐慌性脉压后 在余计尤存之际 还有多少人有这个勇气跟胆势 可以在正确的时间点 快速且毫不犹豫的买回 加码 好股票 那确实是违背人性的一个难题 因为毕竟市场之所以会出现恐慌性脉压 一定是当时有很多重大的利空讯息 即使股市已经悄悄的落底 那这如影随形的重大利空讯息 依然会左右投资人的信心 那这个是4月29号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祥明这档股票 他在这段时间的表现 你看他今天5月18号已经收在86块 所以以他站上五日均线 你看他先前的日线 先前98.2然后跌到了72.5 然后成功的黄色的这个N 黄色的这个就是五日均线 他成功的站上五日均线之后 那时候在75块 然后今天已经慢慢的回升到86块 那这个其实就是 但是你去回想在4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市场还是相对的比较保守一点 但是他已经很多的股票 已经开始透露了股价落底的讯号 尤其是那种好公司 更透露了营运落底的讯号 应该说股价落底的讯号 那好公司的条件是什么 庆隆不是跟大家讲 营收要能够持续的维持成长 所以我们看这个8091的祥明 他的财务 你看他的营收的表现是非常的亮眼 你看他4月份的营收年增率是43% 3月份的营收年增率是40% 2月份的营收年增率是52% 1月份也维持52%的年增率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年增率的 这符合庆隆认为好公司的第一个条件 营运要成长 那处则他的获利也很漂亮 你看他的获利 第一季缴出2.16 去年的第四季2.31 去年的第三季2.10 他已经连续三季都缴出 单季EPS超过2块钱的获利水准 所以以他近四季的EPS7.11来看 然后再加上他的营运持续的在成长 所以这会造成什么 这会造成当股价在跌的过程中 好股票会越跌越美丽 在越跌越美丽的过程中 那当系统性风险来的时候 当恐慌性慢压来的时候 股价会沿着五日均线下坠 但是直到他 第一个跌到了财报分析所计算的特价 第二个他股价重新站回了五日均线之上 那你就可以视为落底的第一个讯号 所以这个时候即使市场很多人看空 那你就尊重他们看空 我们来开始买股票了 那还蛮开心的 就是在这应该短短的这几个交易日 这个相当的股价已经摊升了10块钱上来 那这个这个其实这样的走势 其实似乎感受不出大盘 在往下崩跌的那种压力 所以而且这种股票越来越多 发现市场中越来越多 这种未来具有成长性的好公司 他不止不再破底 甚至他已经 弹生出一段不错的一个回升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庆隆认为 没有股市没有这么悲观的理由 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好股票 其实他都已经慢慢的在回回稳了 那在这过程中 其实他就提供给投资人一个 一个一个 我觉得 当然现在目前市场中还是很多人看空 那就成为我今天的主题 这样子 尊重你看空 但是我开始买股票了 那因为我不预设立场 就像是有人问巴菲特 这个 未来的经济情况会如何 未来的世界局势会如何 会不会影响你买卖股票的决定 那巴菲特在这一次股东会中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不会 他只在乎的是他投资的是不是好公司 他只在乎的 他投资的这个好公司 目前股价有没有跌到他所设定的便宜的价格 或者是他现在有没有特价可以让他大买特买 那至于国际的金融局势或者是未来的金融局势如何 真的一点也不重要 因为 只有金融市场有利空的讯息 才会造成好股票的股价的下跌 那如果都是好消息 那永远没有便宜的好股票可以买 也只有 有利空的消息才会有让好公司 跌到便宜甚至特价的一个时机 让你可以进场减便宜 所以 市场永远都会有突免起来的利空 所以现在目前可能是升息 可能一两个月后搞不好又有其他的因素 真的不知道 那当然关键其实就在于你怎么去看待你所投资的公司 所以好股票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关键 那谈到好股票 然后庆龙跟大家稍微推荐一下 就是刚刚所看到的是这个投资亚日报的内容嘛 那我们现在投资亚日报有个活动 就是你只要订阅一年份的投资亚日报 然后在5月31号 5月31号 就是在这个月月底以前订阅240份的投资亚日报 那你可以获得独家的获得一个专属的影音课程 那这个影音课程是由庆龙主讲大概一个半小时的内容 那这个主讲的题目叫做聚焦2022年的成长好 成长好股 成长好股真的很重要 因为只有你投资到成长的好股 只有你能够聚焦2022年的成长好股 那这一波股市的修正的过程中 你才知道什么样子的珍珠可以剪 而不是剪到拔辣 那聚焦2022年的成长好股 这会是现在在5月31号以前订购240份投资亚日报的一个订户 可以享有的一个专属的影音课程 然后它可以复习影片60天 所以你可以重复无限次的观看60天 所以庆龙这边层次的推荐给大家 那现在订购投资亚日报每份只要40元 然后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然后进入到那个订购的网页 或者是在上班时间拨打订购专线02 2510 8888 那我们会有客服协助你去做日报的一些订阅